热烈掌声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踏进美国国会 议员们都想跟他握手拍肩 还得先出动人将泽伦斯基 直接带上讲台才能开始 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说 全场鼓掌欢呼 到议长佩洛西介绍时 有牌手就长达两分半 最后泽伦斯基手起笑容直切重点 表示现在乌克兰抗二 是为了全世界 泽伦斯基强调 他也重申尽管俄军船坚炮力 国会相比从此奠定英美同盟 佩洛西表示当时父亲作为议员 见证这一刻因此泽伦斯基访美 对他来说非常有感 演说结束后泽伦斯基还送国会一面 写满乌军姓名的乌克兰国旗 并得到一面回赠的美国国旗 仿佛在为美乌关系系上牢固扭带 我们要祝你 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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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